你知道吕布的最强出装是哪一套吗?先来看一下效果,不要吓到哟 一刀六千多,你以为这就是极限了吗?那么这一波,你怎么解释呢? 看见这七千零九十一的伤害,你懵吗?说实话,我也懵了 事先声明,以上的视频和我没有任何的关系 这是我的一名粉丝推荐过来的视频,并且还推荐了出装 说是让我试一试,并且粉丝还说,他说这一套出装比吕某华推荐的强大太多了 可以说是一个一技能一个吕某华呀,我看他说的那么确定 于是我也对这一套出装产生了好奇,所以我决定试一试这套出装 我提前设置好了出装,直接来到了比赛,一眼我就看到了程晓金在这里抢二级 我最讨厌抢二级的这种人,因为他总能让我非常轻松的 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拿下第一滴血 时间过去了都三十秒了,不知道程晓金跑哪去了 往中路一看,哎,晓金原来你在这呢 怎么还是一级呢,我已经三级了,少吃了一波冰线呀 看样子,晓金此时想吃雪包了,展现上去,月塔,强杀他 我这回到线上的时候,发现有一只小老虎与我并驾齐驱 我这么威武霸气,怎么可能让他走我的旁边呢 再说了,他都这么嚣张,前期三级都敢来我们野区了,一刀把他刮了,刚好给我送人头呢 这不是,前期这个名文还是相当的不错的 物理攻击高,已经有六千多的零头了 时间过得很快,我们的吕布已经找到八岁了 此时他是出生牛犊,不怕虎,刚好就碰见了小老虎 小老虎想回家,一个龙白尾上去,一千多的伤害 没想到小老虎直接没了 然后他又残雪,开了一个大招,落地吸了一口 又一个龙白尾,一千九百多的伤害,直接三连绝胜了 后面他眼瞅着程晓金残雪,又一个龙白尾上去 二千两百二十三的,真实伤害,我有点懵逼了兄弟们 要知道现在比赛,刚刚进入中期耶 就算是职业赛场上的吕布,也没有这个攻击力吧 正当我还在疑惑的时候,你们看,这个吕布的伤害来到了多少了 此时他普通攻击一下都是八百多 回头一个龙白尾,一九一八的伤害,然而并没有完 回头他又来了一个龙白尾,二四九三 兄弟们,我看的没错吧 这伤害一会儿就能增加这么多吗 这个装备,接着吕布就又回到了上路 敌人杰带着张飞正在这里打野呢 吕布没客气,一个龙白尾甩上去 随后直接开启了大招 落地转圈兄弟们,三千七百七十五的真实伤害 张飞还有半个血,直接就这样搞了 这么残暴吗 此时我就开始好奇了 这个吕布到最后究竟能真实伤害达到多少 难道真能达到七千八千多,复等了几分钟 终于,游戏来到了大后期,虽说还没有神装 但是此时的吕布已经脱胎换骨 一个龙白尾那就是四千多的伤害 你看这个张飞根本就扛不住 即便是面对满血的对面人员,一刀直接半管 残血了闪现走开 面对陈咬金直接给他一刀,正当此时比赛嘎然而止 我的天哪,这个伤害已经来到四千多了 注意,这还没有神装呢 接下来公布一下橱桩 总结一下,这一套橱桩下的吕布 真实伤害是真的高 但是我总是觉得这个身体有点小脆 练义熟悉熟悉之后再用 有一点小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